我穿越了 这难道是孙策 这应该是我小说当中所写的 大乔和孙策第一次相遇的地方 这个时候 按照我所写的情节 大乔应该在樱花树下翩翩起舞 跳的是广场舞 不对 跳的应该是芭蕾舞 错 我想起来了 这个时候 他应该跳的是樱花舞 哎呀 您好 您好 我就是你的作者 李晨 这么特别的大山方晒真是很特别 你好 李淳 李晨 痴恩 晨 没错啊 晨 痴恩 淳 晨 早晨的晨 早晨的淳 你好 李淳 好 算了 就这样 你好 你好 报告 对 你不应该这样子 你不会赖批 报告将军 法师长脚都是有人穿越而来 特地召集大家 先往他的修炼场一趟 不会可以帮我回去吧 那他能不能让我穿越回去 他没准有办法 走 你们去找吧 走 不 走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空 是小说三国大杂会里的事件 你们现在都是三国大杂会 这本书里的角色 让我们再次欢迎一下今天的六位嘉宾 欢迎周野 欢迎周野 欢迎欢迎欢迎 欢迎Angela 张绍涵 欢迎洪山 谢谢 欢迎李淳 欢迎孟佳 欢迎张冰冰 欢迎六位 除了你们之外 我们今天还有一位嘉宾 他的角色是三国大杂会里 精通法术的法师 要是村长就不用来了 村长我就戳 让我们有请这位法师 张角大人驾到 我的天哪 我必定是一道绚烂的花花 张绍涵 她 张绍涵 张绍涵 马绍涵 这还晚了半拍 长一录 这个镜头练了多少遍 是不是昨天你们两个 忽畜口罐在 哈哈哈 来来来往我这儿 再急一下 再急一下 哈哈哈 那行 你们要是不来我过来 来了 哈哈哈哈哈 啊 啊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们费了老劲了 昨天我们开开会 对 你先跑了 我就上了个厕所呀 回来的时候 我就发现就没有人了 桌子上就冒光一本书 突然我就降临到这儿了 然后呢 我正在修炼 就看六个闪电 我的两个徒弟告诉我 张角大师啊 你是真厉害呀 六个闪电都没批到 他说你这还是修炼有道 我这一看谁来了 这几位我手下的这个 编辑 编辑都在都在 我们这个写的书的名字叫什么 三国大杂会 大杂会 我现在特别着急的是 我们怎么能从这个 三国大杂会里面 回去 回到现实 我不想回家 为什么 我家大乔在这儿 我回去干啥呀 我回去干啥呀 急啥 二十多岁我就被奸人所害 我要在三国里多活几人 好好好 说完了吗 我们不仅不回去 你能不能给我们在这儿 把房解决了 哈哈哈哈 刚到这儿都没房 一人给找一个 你到时候你别着急 你们这边什么意见 我们不着急 我们本来就这儿了 不着急 再玩火 路卡斯 你呢 我非常享受 非常享受 都不要走是吧 不要走 我会让你去 我会让你去 你去哪里 你去哪里 我会让你去哪里 我会让你去哪里